司長 其實我想跟進回之前的幾個問題 其實在陶永強局長調任司長辦顧問以來 其實當局在改善電視服務方面 除了委託澳大去向社會收集電視服務的意見之外 其實研究未來一個發展的方向之外 其實在其他的恢復電視頻道方面 好像做不到些甚麼 在今年4月有線專營合約就會到期 那介事是不是又是按照現在公天拍著有線的模式去延續呢 有線是不是繼續有經營呢 專營期結束之後有線的整套設備是不是都是歸政府所有 行政當局是否還需要向有線支付每個月98萬作為維修費用呢 是不是批准有線的續期申請 政府何時有這樣的結論呢 按照政府現在的進度 現時只是維持在委託高等遠後研究電視服務發展方向的階段 至於制定公共政策再展開這個諮詢 到招標到定除這個新的營運者 再到這個新的營運商構置設備投入運營 等到新的電視服務的營運呢 不知何年何月才可以見到 禁於社會對於電視服務的高度關注 其實當局可不可以清晰去介紹 怎樣去推進這個新電視服務模式 各個階段的時間表和具體的規劃呢 多謝